妈咪说 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今天咱们来聊引力波 提到引力波应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并不陌生 关于引力波的诺奖发生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 人们首次探测到引力波事件也仅仅是发生在2015年 但是也许各位不知道 这个离我们很近的引力波却有足足的百年历史了 对于引力波的探测 这个人们就是从提出到怀疑 再从相信并找到 这其中也包含了几代人的毕生心血 真心希望暗物质也能给我们一个好的结局 哪怕时间长点 下面咱们就先来回顾一下关于引力波的百年历史 让我们从牛顿说起吧 牛顿的伟大在于他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而万有引力定律的伟大 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苹果为什么会掉落在地上 而不是飞到天上 更主要的是万有引力定律可以揭示天体的运行规律 这是人们揭示自然、揭示宇宙的第一个法宝 但是在当时却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人们解释不清楚 就是似乎万有引力是一种顺时的超距作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说任意两个物体之间会存在着相互吸引的力 对吧? 可是这两个物体之间并没有接触啊 尤其说对于两个天体之间 这之间是空荡荡的真空 那怎么会存在引力呢? 这种类似于气功的隔山打牛作用 在科学眼中是很荒谬的 正是在这种考虑之下 人们就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 让以太复活 人们假设说空间当中漫步着一种物质就是以太 而万有引力正是通过以太进行传播的 然而随着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出现 宣告以太说失败了 以太并不存在 第二种解决方案就是拉普拉斯等人提出了这个场的概念 引力并不是超距作用 引力是通过引力场来传播的 但是在经典物理当中 引力的传播速度仍然是顺时的 而与此同时物理学当中的另外一个分支 就是电磁学 它却找到了解决办法 迈克斯韦给出了迈克斯韦方程组 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 更主要的是这个电磁波是具有速度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首先电磁力是通过电磁场传播的 它不是超距作用 其次电磁场的震荡或者电荷的震荡 就会产生电磁波 现在麦克斯韦说了 这个电磁波是有速度的 这也就意味着电磁场是有传播速度的 所以电磁力并不是顺时的超距作用 这个问题就这么被解决了 有同学说 你不是说引力波吗? 你怎么说了一堆不相关的内容呢? 相关 如果刚才那个逻辑你明白了 那你肯定会好奇 既然电荷的震荡会产生电磁波 那么物质的震荡会不会产生所谓的引力波呢? 然后你只要证明了引力波具有速度 那么引力就不是顺时的作用了呗 这个思路没毛病 但是在经典物理学中人们做不到 因为万维引力定律的前提假设就是引力是瞬间传递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牛顿时代物质和能量是分开讨论的 这和电磁力不一样 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电是一种能量 所以电荷的震荡产生电磁波 电磁波也是能量啊 能量变能量一切很自然 但是物质的震荡产生引力波 这就相当于是在说质量变成能量 这在经典物理学里面理解不了 在经典物理学里面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 这就是两个不同的定律 也正是这两个定律限制了引力波的存在 直到1905年另外一个伟人出现了 就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了《狭义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说了什么啊? 核心就一句话 只能等价 质量就是能量 能量就是质量 你看这个足够打破常识吧 那一旦只能等价了 那质量的震荡有没有可能变成能量呢? 有可能了 所以在狭义相对论刚一发表 有一个人就意识到了 说现在这个引力波可以存在了 这个人并不是爱因斯坦 而是庞加莱 庞加莱的想法给了爱因斯坦很大的灵感 但是要想在现在就证明这个引力波存在还不行 因为在经典物理学中 引力场只是描述物质分布的场 你现在只能等价了 必须还要有一个可以共同描述物质和能量的长方程 于是用了10年时间 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不仅把物质和能量统一了 还把时空也统一进来了 广义相对论刚一发表 爱因斯坦就开始思考 说引力波是否可以存在的这个问题 并且在1916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只是一个初步的讨论 之后又经过了20年的思考 爱因斯坦得出了一个结论 说的是引力波不可能存在 伟人不见得不犯错 1936年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罗森 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 题目是引力波存在吗? 这个结论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引力波并不存在 然后他就寄给了当时的物理评论快报杂志 1936年爱因斯坦已经名声大噪了 按理来说爱因斯坦的论文要投给谁 那就是这个杂志的荣幸 结果物理评论的小编还是很负责任的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的发表 而是找了一位匿名人士来审稿 这一审稿不要紧 居然还发现错误了 怎么办呢? 胆战心惊地给爱因斯坦寄了一封信 说抱歉 尊敬的爱因斯坦先生 您的论文是我们不能发表 我们通过同行评审 发现您的论文中可能存在如下错误 您要不要重新复查一遍呢? 爱因斯坦表示很愤怒 你看现在的同行评审很正常 不过在那个时候爱因斯坦接受不了 心想着我能错吗? 就给物理评论回了一封信 谁授权你们把我的论文给别人审核了呀? 平时都是我给别人审稿 还轮得到别人给我审稿吗? 关键是写的还是我自己的广义相对论 我都不用看 我就知道一定是他错了 行了 既然如此 那我只好把稿件发表在其他地方 再见 PS 罗森先生去苏联了 我替他做决定了 喷 又走了 于是爱因斯坦真的把自己的论文发表在一个小杂志上了 并且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在物理评论上发表过任何论文 当然该发表的基本上也都发表完了 罗森去了苏联之后 爱因斯坦换了一名助手 叫做英菲尔德 有一天英菲尔德和爱因斯坦讨论他的这篇论文 英菲尔德指出了 这其中真的存在一个错误 这一听是自己助手说的 对吧 这样爱因斯坦才肯相信真的是自己错了 于是就把自己的论文引力波存在吗 就改成了《论引力波》再次发表了 并且终于承认了引力波是可以存在的 各位可能好奇 那位敢给爱因斯坦匿名审稿的人到底是谁呢? 这件事一直到了1969年保密期过后 物理评论公开档案之后人们才知道 此人正是罗伯逊 美国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他是爱因斯坦的晚辈 同事 还是朋友 在宇宙学弗里德曼的膨胀宇宙模型当中 有一个著名的罗伯逊沃克杜归 就是这位罗伯逊的主要贡献之一 而爱因斯坦的助手英菲尔德也是罗伯逊的好朋友 正是罗伯逊告诉了英菲尔德其中的错误之处 英菲尔德才指出了爱因斯坦的错误 然而这个秘密居然一直坚守到了1969年 直到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 他老人家都不知道 当年匿名的申告人居然一直就在身边 1961年罗伯逊不幸因车祸去世 他也是到死都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大因牺牲 真是值得敬佩 好的 貌似扯远了 咱们说回来 至此 尹利波在理论上就已经被预言了 那就开始实验验证吧 并且爱因斯坦的广应相对论一再被人们证实 什么光线在引力场中发生偏折 水星的近日点筋动 引力时间膨胀等效应都一一被证实了 自然人们相信引力波也应该是存在的 第一个做出尝试的人叫做韦伯 这是一名退伍军人 转行物理学了 他做了一个仪器 现在叫做韦伯棒 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铝棒 长2米 直径1米 纯铝打造的探测器 想法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物体本身是存在过有频率的 那当你引力波过来的时候 如果引力波的频率和铝棒的过有频率相同了 会怎么样呢? 会发生共振 这样就可以被安装在铝棒上的压电传感器检测到 于是就可以用它来检测引力波了 但是只有一个韦伯棒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无法判断是不是其他外在因素的干扰 所以韦伯就建了两个这样的探测器 二者相距1000公里 如果只有一个检测到信号了 那基本上就是干扰 如果两个探测器同时或者相距很短的时间内都检测到这个信号了 那么可能就是引力波来了 没有吧 1969年韦伯宣称引力波探测到了 一时间物理学家又高兴坏了 其他的实验室赶紧纷纷的效仿验证 老问题又来了 别人都没发现 咱们说过 做实验子最怕这个 对吧 你自己做出来不行 必须得能够重复检验 直到今天基于韦伯棒的方法 仍然没有探测到任何引力波 那韦伯怎么就探测到了呢? 这件事说法也很多 大部分今天的意见表示 就是韦伯棒的精度不可能探测到引力波 甚至还有人怀疑当年可能有人为注入信号的先议 具体咱们就不管了 反正这条路是行不通 但是韦伯探测到引力波的假消息迅速传开了 广义相对论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了 1964年麻省理工学院MIT来了一位助理教授叫做魏斯 这位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 曾经和之前咱们提到的那位迪克教授做过两年博收 迪克那时候在干嘛呢? 在寻找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后来被彭西亚斯和威尔逊劫糊了那位 所以魏斯来到MIT之后还想继续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但是这个学校突然做了个决定 现在广义相对论挺火的 咱们也得赶上潮流 赶紧开门课 可是讲师找谁呢? 那个时候会广义相对论的人并不多 于是一看这有个新来的 就你吧 魏斯就突然被指派说要开门广义相对论的课程 心想自己也不会啊 又不好推诿 能是这样吧 现学现卖 所以魏斯的课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学生共同讨论广义相对论 除了课本之外就讨论讨论现在正在火的引力波 于是魏斯就开始和学生讨论应该如何探测引力波 经过了好几年的讨论 学生也是换了一批又一批 魏斯的想法倒是越来越成熟 他想到了一个更妙的点子 就是当年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测量光速的实验装置 应该可以用来探测引力波 这个装置什么样呢? 现在叫做迈克尔逊干涉仪 首先要有一个激光发射器 然后正前方是一个45度角放置的半透片 就是一半激光可以被反射 一半激光可以透射 然后在两个光路的末尾放置两个反射镜 再把光反射回来 两束光汇聚到一个接收屏上 如果这两个光路的长度发生了变化 那么接收屏上的干涉图样就会发生变化 原理很简单 那为什么说可以用它来探测引力波呢? 其实引力波和我们通常理解的波不太一样 引力波是一种柱面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圆 这个圆并不是说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而是一会儿变矮变胖 一会儿变高偶变瘦 这样来回的波动 那当引力波来临的时候 那这两个光路就会一个变长一个变短 然后交替的变化 干涉图样就会发生变化 从而就可以达到测量引力波的目的 1972年 魏斯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了一篇论文 其实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招商策划书 然后就寄给了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申请博会 但是NSF的回复却是 抱歉 我们更看重韦伯的实验 感觉韦伯更有希望 就给驳回了 下面咱们先要话说另一头了 1967年 家族理工学院刚刚上任一位年纪27岁的副教授 此人正是吉普索恩 家族理工学院是索恩的母校 他本科就是在这学习的 博士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师从的惠勒 毕业之后就回到了母校 当了一名副教授 三年之后1970年30岁的索恩就转为了正教授 别看索恩现在没头发 年轻的时候长头大胡子 还打个耳钉穿个喇叭裤相当时髦 平生最好赌 当然不是赌博的赌 而是合物理学家打赌 还必须留下这个字句 以彰显自己的厉害 据索恩说他自己的医生打赌到目前为止还没输过呢 1974年索恩和霍金打了一场赌 比较有名 说当时人们发现了一个候选黑洞 天鹅座X1 但是不能确认是不是黑洞 索恩就说我赌是 霍金就说我赌不是 如果是索恩赢了 霍金就要给索恩定一年的成人杂志阁楼 如果是霍金赢了 那索恩就要给霍金定四年的私家侦探 这是一个专门爆料名人绯闻的杂志 你看赔率是1.4 霍金后来自己说 这就相当于是给自己买了个保险 如果黑洞存在呢 那我高兴 我输了我也高兴 如果黑洞不存在 那我毕生的心血就白研究了 这样索恩给我盯了四年杂志 也算是安慰奖了 最终结果就是霍金认输了 给索恩盯了一年的阁楼 搞得索恩媳妇很不开心 当然这都是物理学家给自己找的一点乐趣 要不然科研过于枯燥 索恩是研究理论的 并且是理论大拿 1973年索恩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引力论》 这边就有关于引力波的种种理论探讨 但是由于索恩不擅长实验 所以这个论文当中关于实验部分言之甚少 不过他这篇论文很快就引起了魏斯的注意 魏斯心想 我要是能把这位理论大拿拉过来一起做实验 那岂不是诸连闭合吗? 于是在1975年 索恩受邀要到华盛顿去参加一场会议 结果索恩刚到华盛顿机场就被魏斯给劫走了 二人找了个旅店处夕长谈了整整一夜 讨论了关于引力波探测的现存的问题等等 然后魏斯就表明了来意 说我现在有个想法 利用激光干涉仪应该可以探测引力波 你要不要参与进了一期告啊 索恩成功被说服了 入伙了 但是现实的问题就摆在眼前 方案有了 钱怎么办呢? NSF也不肯拨还 对吧? 就在此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1974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首先是贝尔的导师休伊什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就表明科学界认可了首颗脉虫星中子星的发现 其次1974年位于美国波多黎各的阿雷西波望远镜 又发现了一颗转速更快的脉虫星 现在命名是PSRB1913加上16 1913不是1913年 而是这颗脉虫星的赤晶坐标 16就是赤尾坐标 它的发现人是一对师生 老师叫做约瑟福泰勒 学生叫做赫尔森 发现脉虫星没啥稀奇的 不过这样通过仔细的观察他发现 这颗脉虫星的脉虫周期会存在变化 数据看起来就像说 这颗脉虫星一会儿远一会儿近 一会儿远一会儿近 后来想明白了 咋回事呢 原来这不是一颗单独的脉虫星 而是由两颗脉虫星组成的双形系统 另外一个脉虫星号没有扫过我们而已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根据广义相对论的预言 就是物体的运动确实会产生引力波 并且引力波会以能量的形式损失掉 有同时说那能量不就不守恒了吗 这件事在历史上确实争论过一阵 不过事实就是如此 但是注意 能量并不是不守恒了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能量是守恒的 我们才能够通过理论计算出引力波会释放多少能量 比如说地球的自转就是运动 那理论上地球就是会产生引力波的 只不过这种引力波太微弱了 如果地球想要通过引力波损失掉全部的能量 那需要多少年呢? 需要10的22此方年 所以我们根本就探测不到地球的质量变化 但是双中子星的系统是一个剧烈运动的系统 这种系统释放的引力波足够大 损失掉的能量也足够大 这样就有可能探测到 于是泰勒和赫尔斯做了个计算 他们通过广义相对论计算了一下 这个双星系统随着时间损失掉的能量 能量一减小双星的轨道就会缩小 这样我就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几年 我们探测到的这颗脉中星的脉冲信号的变化 果不其然通过5年的持续观测 到了1979年观测数据表明 这两个脉中星的轨道确实缩小 而且很符合这个理论预期 并且之后也符合得很好 这件事就间接说明了引力波确实存在 因为双星系统的能量确实丢失了呀 于是在1993年泰勒和赫尔斯 就共同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间接证明了引力波的存在 那为什么说这件事是个转机呢? 因为我证明了引力波确实存在啊 那如果能够直接探测到引力波 那也必将是一块诺奖 所以它就重新点燃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引力波探测的信心 但是卫斯和索恩这边却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我通过74年发现的双星又计算了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想探测到这个系统传过来的引力波 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呢? 相当于你的设备必须能够测量出一个质子直径的千分之一 这么小的尺度 想到这儿这俩人是不约而同看了一眼手中的一米多长的小模型 理论上确实没问题 但是要想达到刚才说的这个精度 激光壁的壁长就得做到地球一般长的尺度 还不止 这可怎么办呢? 这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话到此处索恩想到了一个人 索恩说此人必有锦囊妙计 可助我等一壁之力 这个人又是谁呢? 咱们下期接着聊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